这绝对是个最败家的挑战了 打人不能舔包 我倒希望全是紫的 万一掉个六级套啥的 那得多难受啊 找到一个 上来就遇到个六级套 千万是紫的 糟了 这个光 我服了呀兄弟们 平时在没见这好运气 偏偏赶到这一把 只能看不能拿 后面还有枪声 过去撒撒气 小捕手 来了 差点把自己搭进去 这种挑战就是直进不出呀 属于费力不讨好 按照以往来说 这个肯定是紫的 我去 不是吧 上火了兄弟们 肉疼啊 平时调个装备那么费劲 今天随便来 不行 我得守着 被别人捡去我更肉疼 一个朴仔 遇到粉丝就好了 让他来捡 可看外表谁也不认识谁 又一个脚步 又爆粉了 应该是五级 果然 全部带不走 初略估算一下 这几个包损失就三百万左右了 算了 我也不能一直在这看着 被人捡到也是缘分 这个是最肥的 还带辐射吧 不看了 越看越上火 今天我就是一个大反派 去辐射区吧 各种捣乱 好家伙 藏得够高啊 这就是有能量的好处啊 就差一丝丝 你听 黑市有枪声 快点过去 地铁里面 转角遇到个大汉 惊不惊喜 信号箱没了 去辐射区吧 虽然开不了金条 但可以不让别人开啊 等等 后面有九步手 拿了吧你 啊 怎么能啊 裂开了 会算的麻烦帮我算算 这把损失了多少 别爆红了 又不能带走 看着还上火 先把这人搞定 是个瓢仔我就放心了 肯定是紫的 果然 都像这样多好 心里好受多了 上马不是去辐射区粮的吗 这把还炫 就是这么叫 谁打我呢 太好了 又一个瓢仔 看都不看了 也就一个狗牌 什么情况 人机都用AWM了 那个位置也不刷人机啊 有蹊跷 看见了 这把终于如愿了 不是瓢仔就是狙 Oh yeah 也就是一枪的事 跟他对决 算了 他不出来 直接上 搞定 看一下吧 总感觉他枪能掉 nice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保持往日的平均水平就行 反正就是到处捣乱 这不棒子那又有枪声了吗 这脚步声怎么在外面 别掉啊 太好了 多宰些人品留着其他时间再掉 解决完这边黑市又来枪声了 真忙啊 在这儿 全是紫的 这个很伟业 还没等到黑市呢 走着走着又看见一个 不妙的预感 他怕是要掉东西 不愧是我呀 上马纯属意外了 这才是正常情况 没买到信号枪 却听见外面有个人过来 这还不拿啦 不对 别拿了 这个光 燃烧子弹吧 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 心太痛啊 不看了 眼不见心不烦 哼 又解决个老六 这一次咱们顺利来到了辐射区 上马没完成的事 这把完成 敲手 我去 这不是图外狗吗 好家伙 另一个在右边 他来打起来了 这种就应该同仇敌凯 心里舒服了 帮你解决个难题 怎么感谢我 太热情了吧 他必亡 请你吃榴弹 请你吃箱子 开不了镜了 两把下来显示一个六级甲 一个六级包 咱们还是明天再见吧 拜拜